我把600块钱切给你 花一花剂光可以吗 你不是不花钱 我头上原来没长头发吗 你给我种上去 10块钱我都可以剪一次发 但是呢我花了962块钱 就欠在这个头上这个样子 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塑形 我本来就是自来卷啊 家住郑州的小航说起两天前 在郑州大时代美容美发做的头发 就气不打一处来 因为我有这个大时代美容美发 他这的剪发卡20元两次 还有一次机会 去了之后他们过来一个理发师 今天我给你做一个塑形吧 我以为这个塑形就是简单的 设计一个发型 他说有100多的有200多的有两种 我今天就体验一下就做个100多的 可这一体验不要紧 当把药膏抹在头上的那一刻 小航认为他上了贼船了 然后拿出来一只开始往头上挤 挤完一只之后他跟我说 你这个需要三只 我尽量给你控制在三只之内 然后这时候我就发现我已经被套路了 你当时这个时候没有叫停吗 但是我是想叫停 但是他已经挤了一只的 我总不可能说我头发 然后一半弄成卷的一半不弄 就在小航觉得对方的套路 进行的差不多的时候 下一个环节随之而来 这三只做完之后他就开始用那个机器来蒸加热 分解完了之后是洗头 洗完头之后我做过来之后 然后他又开始拿了一个加木表 好我们进行下一步 然后这个是叫定型 本打算花十块钱在楼下理个发 就这样出门结账的时候 却翻了近一百倍 这让小航着实接受不了 不过这时业务员说 可以优惠 但需要办卡 你办个三千的卡吧 我说我现在我觉得没必要 我就办个一千的都可以了 然后他经理就在那不停地给我推销 你办一千的今天不能消费 为什么不能消费 会员充值当天消费不能超过60% 事实的确如此吗 记者带着疑问 以顾客的身份来到了这家大时代美容美发店 随后记者跟随小航将这一现象反映给郑州市蔚来路市场监督管理所 这没有存在套路的这个东西你知道吗 没有明确告知 你不套路我怎么从十块钱 我都变成962了呀 头上的药水是一只188 是不是存在没有那个情况 没有 他说送营要多少钱 我又说两步嘛 先分解再定行嘛 分解他老问多少钱 你们公司对这个当天不能消费60% 这个规定是哪规定的 这个家里边谁都有 办法都会给他看 当天你知道吗 不知道 你们这个60%是从哪来的 怎么规定的 这个是怎么说呢 不允许 严格说这个是不允许的 也算是霸王贺同吧 作为咱们这一方是需要整改的 是需要往前去推进的 对吧 这个东西到底合不合规 这是一方面 是吧 老百姓接不接受 它又是另外一方面 对不对 你们作为一个服务行业来说 是不是应该从老百姓的利益来出发了 是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他只是说他们公司自己定的 他们公司代表不了国家 代表不了法律 是不是 那如果这个违反相关条例 我们要对他进行处罚的 双方经过协调 小行也拿到了部分退款 我觉得以后我会消费之前 什么事我都要问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再去消费 今天这个处理结果你还满意 还可以 谢谢 此外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 也将对大时代美容美发店 展开进一步调查